要製作經典的紅豆甜麵包 外觀要呈現飽滿原型 最重要的是不能抱餡 大家好 我是國聖師傅 今天要教大家製作紅豆甜麵包 紅豆甜麵包是屬於餅級烘焙麵包項目 在三個甜麵包中 紅豆甜麵包的內餡是由烤場提供 最重要的是包餡技巧 製作麵糰60公克 紅豆餡30克 考試題目為18個 20個 22個 我們今天製作18個配方如下 我們先倒高筋麵粉 糖 鹽 奶粉 酵母 接著我們就到自信的材料了 水 我們就準備攪拌囉 慢速攪拌大約 兩三分鐘 到成團之後 我們就可以改用中速 攪拌到成團之後 它有點精度 我們就準備攪拌中速 四到五分鐘 然後麵糰攪拌到成團之後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擴展階段了 像這個樣子 它會有一點點鋸齒狀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奶油喔 放入奶油之後我們就要包覆起來 低速 兩到三分 當奶油攪拌均勻之後 再改成中速 中速大約四到五分鐘 攪拌完成之後 麵糰我們看一下 破掉之後也不會有鋸齒狀 我們先抹一點奶油 拿起來之後 往下折 放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基礎發酵 大約四十分鐘 溫度二十八度 濕度七十五趴 基礎發酵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好 好 中間發酵已經好了 我們準備來分割整形 好的 準備分割 每個麵糰六十克 十八個 然後我們剩餘的麵糰 不能超過百分之十 手指沾水插進去之後 麵糰不會回縮 就表示它發酵完成 切麵刀切下去之後 就把它推出來了 稍微拉一下 讓它大小一致 來 我們分成三等份之後 把它平均一下 我們每一條麵條 分割成六等份 每一等份為六十公克 看一下是不是十八個 三排每一排六個 還有十八個 我們現在進行滾圓 來 我們初學者的話 如果要滾圓 像這個麵包這麼小 其實也可以兩手合在一起 有沒有 它一樣 你的光滑麵留在上面 然後往裡縮 空氣擠出來 它就是滾圓的 我們已經滾圓好了 我們就進行我們的中間發酵 我們將滾圓好的麵團 進去中間發酵 溫度二十八度 濕度七十五趴 中間發酵二十分鐘 中間發酵完成之後 它會微微的長大 我們準備拿回去包餡 我們這個紅豆餡 每一個麵團 三十公克 我們用扣重的方式 同學我們在包餡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麵團滾圓之後 我們是用壓平 壓平以後 旁邊是薄的中間有點厚度 包餡是記得 一定要用拿在手上 把它移在中間 內餡來包起來 包完以後我們的底部有沒有 向上收 然後翻過來之後 麵團是光滑麵在上面 做一個 放上去之後 就把餡放在麵團的中間 用手 慢慢的捏合 收緊 我們現在紅豆餅甜麵包已經包完之後 我們把它轉一下 每一個麵包都一定要把它間隔距離 第一排四個 第二排五個 擺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最後的發酵囉 發酵箱 最後的溫度是38度 濕度85% 好的 我們最後發酵完成 準備要入爐囉 烤溫200 上火200 下火180 先定八分鐘 先定八分鐘 我們這個時間到了 我們現在準備轉面紅豆甜麵包 這個是上色了 把它轉面 輕輕的轉面 不要敲到 敲到的話會回縮喔 好 再定四分鐘 上火降溫到180 或170 下火降到160 紅豆甜麵包出爐了 紅豆甜麵包出爐了 重敲 我們要移到製量價 好 我們現在看它的成品條件 好 我們直徑必須要在 9.5公分以上 我們已經到達4公分了 高度必須要5公分 然後我們的底部 不能有內餡外露 貼心小提起 我們紅豆甜麵包出爐之後 必須要中敲 這樣才能保持成品的完整性 各位同學 在製作的時候 就能夠製作出好的成品 我們紅豆甜麵包出爐之後 然後才能保持 泰家 很洲人 再次買個擔心 成品 好的 Kanal 我們醞